翻译&字幕组 编曲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其实是我第二次被邀请来TEDEX讲座 当初想到两年前 TEDXKL打个电话来我一个很繁忙的城所 电话来的时候第一句就说 Dr. Lee, can you do a TED Talk? 那我那时候想起都不知道TED Talk是什么东西 那我听到的是Dr. Lee, can you do a sex talk? 那我就说,Sex Talk没问题,每天都是做Sex Talk嘛 然后听了之后呢,整六个月一直有电邮过来 说你准备了没有啊 我心里面在想,Sex Talk每天都在做,要准备什么东西呢 当第二天要到来的时候呢 我跟我女儿一起吃饭 他们打电话来说,你明天要定时过来啊 我说知道了,知道了,不要烦啊 那女儿就说,谁打电话来的 我说不知道谁叫做TED 你认识他啊 我女儿说TED TED like五百万,五亿万的人都在听 那我说,真的吗 那爸爸,你是应尽医生啊 你有什么东西记得跟人家分享的啊 我心里面想 我也可以很TED啊 这是年轻人东西,我也很年轻啊 那我女儿说,爸爸你记得吗 有一次我们在SS2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粉丝过来问你,李医生,我可以跟你做Selfie吗 我说,你要跟我做什么啊 他说Selfie 他说,OK 在我孩子面前吗 他们说 不是,我女儿说 爸爸,他要跟你拍照 哦,拍照Selfie,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拍了照之后呢 这位粉丝走过去的时候说 李教授,你刚才在想什么 什么是你的Selfie啊 其实,这一次过来的时候呢 我女儿又问我一次 TED是一个TEDX 它的TED line是Idea worth spreading 在你的义科里面呢 什么东西worth spreading啊 当然我是做泌尿的 除了梅毒跟灵病以外 还有什么worth spreading啊 那我就在那边想 到底要讲什么东西 然后我女儿说 你头脑里面第一样东西想到什么东西 我说,害怕 她就想,那就讲恐惧吧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呢 就是恐惧的一个礼物 那为什么我会讲恐惧呢 其实呢,我们心里面要想 我们怕是怕什么东西 其实在牛津英语字典里面呢 也是有这一个认识 我们呢,其实呢 恐惧呢,在里面呢 有一个中文的日,叫做 牛津牛津哦 牛津哦 鬼老怎么知道 牛津是什么东西吗 是否牛津真的是怕输 我觉得不是 他们都不是福建人嘛 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牛津 我觉得牛津是怕羞 或者怕老鬼 怕是牛津 或者是怕输 或者是怕死 四个都可以 那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呢 就我人生的一个行迹 到底有这四个 这个怕的恐惧 四个中断里面呢 有几个这种的感触 两个月前 我回到家 你们不用猜 这个就是我了 这是五岁的我 妈妈叫我回家呢 把一些东西收拾起来 这是我旧房间里面的一个我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觉得呢 心里面很多的感触 小的时候呢 人家说我很叛逆 整天生气 一直在生气 这个就是我的那样子 在生气 而且呢 我又很顽皮 为什么顽皮呢 直到现在呢 我妈妈还是叫我阿Gate 因为很顽皮 我们这边有几位 几男党人 他们都可以告诉你 我妈妈都是到现在 还是叫我阿Gate 为什么我会有面对 这些问题呢 到那时候呢 我很挣扎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的一个童年 不是一个很好的童年 我有很多顾虑 很多挣扎 因为小的时候呢 我妈妈整天带我去拜神 拜神的时候呢 有时候跳筒啊 有时候给我吃腹水啊 有时候呢 给我把盖印啊 都是要给我考试考得好 不过 连神都没有帮我 都是我很笨 而且每天生病 所以呢 我至于那时候呢 我是生气 我是激怒 不过呢 我也有一点失望 我有一个恐惧 我有一个恐惧呢 是觉得人家会小看我 我有一个恐惧呢 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我又看到了另外一本 一封信 这封信呢 是我十岁学的 一张遗书 虽然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趣 要给我两个小朋友看 你父亲十岁的时候 写了一个遗书 不过那时候呢 心里也有种感触 为什么一个十岁的小孩子呢 要搞自杀 那时候呢 才真正地想到呢 我童年呢 其实呢 很多东西呢 都觉得有一种恐惧感 为什么恐惧呢 因为连神都没有帮我了嘛 都是很笨的嘛 我姐姐都是这么聪明 我根本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呢 我一直要求 要跟我父母亲说 我要去国外去深造 那我父亲呢 就说好 你如果要去国外的话呢 我就把你送到 英国 其实那个英国不是英国 是北爱尔兰 八十年代人家有战争在北爱尔兰 这是我学校对面的一个景色 我刚刚到学校的时候呢 人家问起我 你是什么宗教的 我说我是佛教 他说你是基督教徒的佛教 还是天主教徒的佛教啊 不知道你说哪一个就可以了 其实 在那时刻呢 可能是我人生最黑暗的其中一个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呢 那时候呢 我自己很小看自己 没有价值观 那时候呢 家里又不能回来 人家可以回家 我要去农场去挤奶 牛奶 不是什么奶啊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呢 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呢 都觉得人家回到家里 我都没有家回去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直到有一天 我知道呢 为什么 很多人都看了我书里面说 可能最有印象的就是这一刻 就是谈到呢 那个饭碗 我那时候记得呢 过年的时候呢 饭碗呢 被人家剃掉 打破了 那时候我很伤心 我觉得呢 我们被华人被人家小看 因为我们是东亚病夫 所以呢 我第一个恐惧呢 就是怕羞 就是怕给人小看 因为我是东亚病夫 因为我是黄皮肤的人 不过 我这个黄皮肤的人呢 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魔术 因为每一个人呢 都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呢 我们的记忆力是特别好的 所以呢 我要扬眉吐气呢 我就要做一个很不能达到的东西 就是我要去剑桥大学 读一科 因为呢 那是最困难的东西呢 就给那个死鬼老看一看呢 我们华人是什么颜色 我真的是达到了 因为那时候呢 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间呢 我知道呢 如果我继续用我这个能力呢 我可以达到 我需要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呢 是我人生第一次 找到的自我的价值观 在剑桥的时间呢 我以为我有了的秘诀 这个秘诀呢 就是死被 什么东西是死被 被什么就写出来 人家写什么你写出来 写得特别好 每一样科目呢 都是AAA 到了剑桥的时候呢 第一年的时候呢 这一个是我的考卷 他考卷的问题 只是一句 The clavicle is the marvel of creation Discuss 锁骨是创造的奇迹 讨论 书里面没有教怎么讲 其实心里面 我很多东西要讲 因为它这么弯曲 这个肌肉怎么粘上去 这不是奇迹 不过我有恐惧 因为我怕讲出来的东西 人家不能接受 所以呢 这就是我第二个恐惧 就是怕事 怕别人对我有种偏见 怕讲了东西讲错 所以我把东西记得的 全部抄下来 你知道我达到几分吗 零 那时候我一个恩师告诉我 我重视你的意见 因为你来剑桥 是你要领导其他人 而不是给其他人领导你 所以我要知道呢 你要改变你的一切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 我改变我自己的价值观 之后我去牛津 在剑桥七年 牛津四年 帝国大学 总共七年 总共的在英国住了二十一年 我觉得很自豪 因为中医呢 克服了两个恐惧 不过在这时候呢 牺牲了很多东西 我父亲在最后的一年 病重而去世了 所以我有种挣扎 因为我一直心里面 想要回来亚洲 不过呢 那时候我又害怕 最后一样东西呢 我怕数 我害怕改变 因为我已经落地生根了 一切以上上了轨道 为什么要改变呢 人家梦命以求 都不能拿到这样的成绩 为什么我会放弃呢 不过我一位恩师告诉我 这是Roy Khan 他就告诉我 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 你往后看 你会后悔吗 我说我不知道 可能后悔会会 他就告诉我 在人生 生命是没有如果的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三十年后的今天 你是怎样的呢 有什么人生乐趣呢 回去亚洲吧 那我现在已经回来了八年 所以呢 我跟着觉得很自豪 谢谢 我最后一个恐惧 是怕死 为什么会怕死呢 其实 在两年前 六月八号 四点三十八分 我在我家 去了一个宴会 晚上十点钟回家的时候呢 太太说 很夜了 我自己去睡觉吧 你自己回来的时候呢 记得锁门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 我自己睡觉 四点三十八分 三个肥徒 进来我家 把我绑起来 打得棒死 那时候呢 我第一样东西呢 就担心 他都会把我太太 或者孩子抓去 所以马上喊 杉杉你快点跑 快点跑 他听到了之后呢 从我女儿的门口那边 把他锁起来呢 把女儿放在那衣柜里面呢 快点逃走 从阳台那边跳出去 阳台跳出去 吓 吓死人了 当然那肥徒知道我太太已经逃掉了 所以呢 把我抓去厨房 打得半死 那时候我侧附近的 那时候我侧陆裸裸地跟他讲 我要穿裤子可以吗 一巴掌打下去 一直打 一直打 打得头破血流 一只巴朗刀 放在我颈项 一句话 Bunola 把他宰掉吧 那时刻 我知道 是我人生可能最后一段时间 不过 突然间想到 OK 我包裹里面有150块 不过 以前我父亲有给我了几个手表 你要不要拿去 他说 手表好 没有杀你了 跑掉了 所以那肥徒拿去了三个手表 跑掉了 警察过来了 看到我头破血流 问我 痛吗 我说蛮痛的 他说 不要紧啦 人家Daman Tun那个 他把他杀掉耶 我说OK 他问我 你损失很多啊 两个手表 不要紧啦 你们华人这样有钱 单还税咯 第三样东西 就问起 你们哦 华人哦 不要紧 如果真的是有问题 住了不习惯的话 搬走咯 有新加坡吗 那时候我很激怒 为什么 我们警察会跟我讲这番话 这是风凉话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 我对我再回来 马来西亚呢 有很多挣扎 有后悔 每个晚上呢 一把菜刀 在我的船头上 我说跟你拼了下一次 每次听到 有东西在上面的时候 爬去天花板去看 有人不是我爬进来 所以在这六个月子里面呢 可能是我最黑暗的一刻 不过六个月以后呢 我的孩子看到我呢 精神上呢 越来越衰退 所以他问我三句东西 爸爸 你还痛吗 我讲 没有痛了 他说 不要紧啦 我们还是在一起吗 就是说好像 达曼顿那个他宰掉 你还没有死啊 第二个 又问 爸爸我们损失很多东西吗 没有 你父亲给我两个手表 价值方面呢 是不是太多 不会很纪念性 他说 可能阿公知道你要死哦 这个时候来你的命的咧 就好像黄睡咯 接下来 最后一样呢 他就说 我们还是在一起 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还是有选择 搬回英国 从那天开始呢 我已经对人生的价值观呢 很开他看了 因为呢 这个是我最后一个恐惧 也是我最后一个礼物 我女儿问我一样东西 你在要被宰掉的那一刻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啊 当然啦 其实 我在想的呢 是这一个 我心里面想 死了 我没有去过金字塔 不要紧啦 下一次吧 从那天开始呢 我就自己呢 把很多东西放下 我当每一天 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 今天 我不再怕羞 我不再怕人家怎样看我 我也不怕事 因为我的思考 是我代表我 我也不怕书 因为从今天开始呢 我也不会去往后看 最后呢 我也不怕事 因为今天可能是我最后的一天 这个就是我的恐惧的礼物 这个是我送给你们的 认真的心机 好的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